大家好,我是Dan 昨天刚给大家介绍过 苏金的黑粉使用分身术 一个人演七个人的角色来造谣苏金的事情 没想到在昨天晚上 Cube娱乐与苏金都发出了强烈的立场文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Cube娱乐的声明 公司在19号透过江南警察局 对最初的爆料者以及所有造谣的网友们算命们提交了告诉状 目前为止公司确认到的事项 以及相关证据都已经交出 希望能够透过调查机关严正的搜查来解开真相 并且绝对不会原谅 也会强力追究民行事上的责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苏金的立场文 这个内容有点长 所以就简单的整理了一下重点 大家好,我是苏金 对于我的各种谣言爆料 我想要说一下我现在的立场 1号到6号是对于第一个爆料者 就是那位受爱者姐姐跟妹妹 受爱者B与B的姐姐的我的立场 1.能马上知道上传贴文的人是谁的理由 在爆料文出现之前 就有同学告诉过我 爆料者的妹妹B在寻找我的照片 因为在学生时期 虽然很短暂 也曾经是非常亲近的关系 所以我也记得B的姐姐的名字 因此只看到ID也足够能联想到了 我明确的表示 绝对不是因为我加害过B 所以才会知道的 2.关于写小板接手症 一开始在爆料文中说道 因为我而患上了写小板接手症 到现在也在接受医院治疗 但是在公司代理人 与B的姐姐见面的时候 B的姐姐说过 那个病是在主张被我X的时期 三年后开始患上的 并且说过好像不是因为X0 然后在第一次见面后上传的爆料文中 又改口说是 虽然不是因为X0 但是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后来由于太多人质疑这个部分 所以就将写小板的内容给删掉了 3.电话正常 首先在与B对面的时候 对于在电话里骂人的事情 真心的道歉了好几次 但是对于果知我无法承认 以下是我记忆中的当时情况 当天我与B约好要见面一起玩 我先到了约定好的地点等待B 但是过了好久 B都没有来 等到我打电话给他之后 B才突然说来不了 因为B这样违约的事情 已经不是一两次 当天年幼的我无法忍耐 就在电话里骂了脏话 而通电话的时候 只有B跟我两个人 没有其他任何人 在我一骂出脏话 B的姐姐就接起了电话 当时是成人的B的姐姐 对中学生跟我说了很严重的脏话 我道歉后挂掉了电话 在与姐姐的通话中 姐姐完全没有提到果知 在这个电话之后 我与B的关系也是变得疏远了 我没有欺负过B 也没有抢过钱 对其他任何人也没有做过那些事情 B的姐姐在IG直播中 也承认了自己骂过我 体育课驳斥斥 B说过因为体育课的一些事情 我在学校厕所前的走廊 搬很多学生的面 驳斥了他 但是我跟能联络到的所有同学们 都确认后发现 没有一个人看到当时的情况 根本就是没存在过的事情 5.DM与校园B的委员会 之前因为校园B的委员会 慢慢有被交到学校 但是这个B的委员会 跟我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 之后老师通过同学们的确认后 澄清了与我是无关的事情 在与皮特姐姐对面当时 说到B的委员会的时候 我有明确的说明 被澄清了与我是无关的事情 但是皮特姐姐 把前后文章都剪掉后 在网上发文说是 我承认了召开B的委员会的事情 明明都有录音存在 却与记者见面的时候 说我在对面当时什么都没有承认 过了几天后又说 我承认了B的委员会 6.第一次是由代理人见面的理由 在上传爆料文后 公司传送了私信给爆料者 表示希望我能跟爆料者的妹妹B直接见面 但是姐姐却表示 妹妹会不方便 而拒绝了当事人之间的见面 所以公司就为了体谅爆料者的立场 让公司代理人与B见面了 与B对面当时B也已经知道了 是我先邀请过我们两个人见面的事实 然后7号到最后是 对于各个爆料的我的立场 这个部分我们只看8号跟10号 8.关于侧西连演员的IG 在第一个立场文的时候我也说过 我跟侧西连演员在学生时期 一句话都没说过 在这个事件之前 连侧西连演员是几班我都不知道 我对侧西连演员没有做过任何事情 每次在有关于我的新的消息的时候 侧西连演员都会刚好在那个时间上传贴文 导致让很多人都以为我有对您施暴 所属公司多次联络了您的所属公司 但是什么回复都没能收到 我为其无快 所以强力的邀请 侧西连演员能够明确的公开立场 10 互打巴掌 孤立短线等都不是事实 因为是不存在的事情 也没有办法解释 我在学生时期没有做过那些事情 在第一个立场文后 因为侧西连演员的IG与各种谣言 我一瞬间就被扣上了加害者的标签 因为想要尽快发表立场文 所以内容写得没有条理 导致产生了更多的误会 但是我在第一个立场文 也没有说过任何谎话 我知道对于女爱妲来说 学生时期抽烟的事情 会是多么的致命伤 但是为了不想隐瞒大家 所以承认了 学生时期因为后期心 抽过了一两次烟 我知道这是非常错误的行为 对这部分的指责 我会诚心的接受 真的很抱歉 但是对于造谣的所有部分 都提交了证据进行了提告 会接受法院的判断的 如果我有做错的地方 应当要退团 并接受所有处罚 但是对于我没有做过的部分 一定会解开真相的 因为现在Cube与苏金 都发出了非常强烈的立场文 也提交了高速桩 所以在韩国 相信苏金的网友们 也变得越来越多了 立场文写的真的太好了 但是觉得心好痛 又觉得好可怜 这样把所有疑问的证据都找出来 发表立场文还进行提告的话 应该就是真的很冤枉了吧 没有就这样不了了之的过去 而是明确的发表立场文 这位粉丝真的很谢谢 谢谢苏金 以及坚持到底留下来的粉丝们 当然也有网友们表示 写的这么好 应该都是公司给写的吧 不是说不记得吗 详细的立场文了 还是不想保持中立 不就是证明了 不管真相是什么 我只希望苏金是假害者 这件事情就这么高一段落 之后我们只要等法院的判断就好了 所以对于Cube与苏金的立场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